二零二零下半年 有一些值得期待的新車 已經即將要來的哪些車呢 新坦哥像現代有一台Venu還不錯對不對 對其實六月多 他已經推出預接單預售 那這台車如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其實現在國內休旅車非常多 那如果要講到小一點的這個 CUV Crossover 現代大家應該會想到Kona 那基本上Kona是進口的 然後他尺寸大概會比 我們今天講的Venu再大一點點 但是都是四米豬頭 Venu大概就在四米 更緊湊的車型 那它的定位其實不大一樣 Kona是比較性能化 1.6渦輪 那Venu會比較走得更實用 都會的年輕取向的車 那其實從這個外觀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現在蠻主流CUV的造型 然後也有這種雙層的頭針 其實可愛可愛的 其實蠻可愛的 腿腿的這種方方正正 那種小車的感覺 不會說跟Kona是走得比較剛硬 那Venu就在緊湊 就是蠻可愛的造型 跟剛剛宋仲基那種粗曠的路線 完全不一樣 它也有可愛的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預售的資料 其實它的1.6的這個 自然進氣的動力有123P 然後它是最主要的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這個主安配備 那它基本上 目前我們看到的資料 會跟Kona類似 就是有Honda的SmartSense 基本上都有 但ACC可能還是不會出現在 這台車上 目前的配置 對 大家可以猜到車價 對 未來的直接的對手 應該直接聯想到就是Honda的HRV 或是Nissan的Kix 但還是再給大家影響 這台車會比剛剛講的HRV Kix來講 都再更緊湊一點 但其實它空間 我們目前在國外有一些媒體 已經在國外有試作 空間其實就是類似 像日本這種Kcar的概念 小車的尺碼 但空間其實是蠻有看頭的 對 雖然說這種 我們剛剛要的那些先進科技 可能沒有那麼到位 但是因為車子小一點 跟老婆的距離就會近一點 知道嗎老師 坐近就會暖 對 冬天就不會那麼冷 對 會試圖說服嗎老師 幫他腦補一下 好 那其實下半年 好像法國車也有動作 對不對Eddie哥 標誌的308跟208的SUV 在下半年度有一些促銷 希望用藉著這些特色車款 來做這個應該說市場上的一些 應該說促銷的方式方案 那來說 基本上來講 這個法系車 跟我們所一般的車型不太一樣 是它是很特別的設計 你從外觀上來看 它當然是歐化的一些車頭的造型 這個基本的 回到剛剛那個現代 其實也是蠻歐化的造型 只是它是可愛的歐化 這兩個logo一換 其實你也不知道誰是誰 我們講白 就是歐化 歐洲車 但是這個標誌跟學鐵龍 這法國車在內裝上 有非常大的不同 第一個它都用非常小直徑的方向盤 大家都一般比較大 覺得比較好開 它用小直徑的方向盤 操控起來覺得比較靈活 再來是它這個儀表的設計 大家都是 我們都標準 就是方向盤 一個儀表 但它會做兩層 用雙層式的來做 所以標誌跟學鐵龍這個牌子 也真的是有非常的 應該說有不一樣的邏輯 再來是說這兩款車 其實都有不錯的 這個所謂的 應該說 小排氣量搭配渦輪的 這個引擎配置 它的油耗 平均油耗 每公升都可以超過20公里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一個做法 可是馬老師應該不是注意油耗的人吧 油耗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如果很省油會很開心 對 所以應該說這樣子的車型 因為標誌其實比較冷門 但它在技術上 大家都忽略了 其實標誌是歐洲 柴油引擎的先驅 標誌所提供的柴油引擎 曾經也同步提供給賓士 真的喔 所以在技術上 柴油引擎的技術 目前是標誌學鐵龍集團 是領先的 我嚴格講 只是別的集團 別的品牌合作的時候 車賣的比較多 但是在根本上 這個標誌是一個很厲害的 這個科技度滿點的一個廠牌 那再來是說 因為它這些搭配呢 其實目前來講 它一樣到A大10都齊備了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可以輕輕喔 放手輕輕 這沒問題 老師這台可以放手輕輕了 可以了可以了 這台大概價格多少錢 價格比較貴一點 我們替馬老師 在安排經濟實惠的 可以輕輕的車子 油耗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以前開的這個 SELRA跟GALEN 都是油耗很厲害的 對它號稱是A6引擎 對不對 那個SELRA雖然是四引擎 但油耗真的很厲害 我自己知道 因為我都在室內開 我很少上高速公路 油耗非常高 那就很明顯 因為你可能塞車 走走停停 油耗就很重要了 所以它在科技上面 這一塊油耗 也是可以做到 還不錯的成績 好啦 德哥 下半年如果要買車的話 他們剛剛講這兩台 我覺得都還有一定程度 吸引到不一樣的族群 那你要推哪一台 我推薦的車馬老師 一定會打從心裡就愛上 我跟他剛才休息的時候 他問我Aston Martin多少錢 我說007Sight 那很貴的 就是你如果買新的 像Vanguard這種 你選到好大概2000萬 然後這是007 就是Aston Martin 新的跑車型修旅 叫DBX 但我不是要推薦大家買這個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新的跑車型修旅 這台也要跟他1000萬 對 所以這個對 這樣不務實 對 馬老師來講一定不務實 所以馬老師要省油對不對 我再介紹你一個省稅的 你要介紹一部車 回去買回去 不會被我老婆殺掉 絕對完全不會 他愛死你 2000萬 1000萬 我老婆把我殺掉 而且我跟你講 那台車叫做Focus 不是 福特的KUKA 新的KUKA 修旅 它有兩種版本 你要買Premium版本 它有1.5 就是180的引擎 1.5省油省稅 三缸渦輪 而且它不慢喔 我實測9.17秒 那除了這樣以外 0.100加速是不是 對 0.100加速 修旅車算快 已經讓你覺得夠用 你要買Premium版本 它有1.5 就是180的引擎 1.5省油省稅 三缸渦輪 而且它不慢喔 我實測9.17秒 那除了這樣以外 0.100加速是不是 對 0.100加速 已經讓你覺得夠用了 重點是 它的半自動駕駛輔助 超明明 超靈敏 而且超準 我試過 放雙手可以30秒 30秒 它才會叫你 所以你本來 只是輕一下 法式 法式的輕吻 你可以換義大利的熱吻 30秒足夠 可以舌吻 對 都沒問題 對 而且你還可以Slow motion 就是舌頭慢慢的運作 都沒問題 對 那重點是 它的操控真的很棒 就是你帶著 少夫人去跑山路 我跟你講 它不會暈車 因為它懸吊支撐力 真的很好 那萬一它想吐的時候 你記得要補油 它會吞回去 但是這個動作 必須在你義大利熱吻 結束以後 否則你會覺得怪怪的 對 你這樣子講完 老師整個一頭霧水 老師他講的 有讓你心動嗎 有 有 有 真的假的 而且它的型 真的又有跑車型休旅的味道 對 你會覺得價錢 價錢很划算 重點是 一百萬一來 對 就像這樣 買了 買了 真的假的 就直接這樣 無推坑 所以就是不一樣的選項 剛剛有韓國車 法式 然後你還有KUGA 國產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選項 是ST-Line對不對 對 ST-Line 馬老師比較不適合 因為它要省油省稅 對 但ST-Line是2.0的引擎 我覺得馬老師1.5就夠了 而且 你這樣要把他省成這樣 老師也沒 因為有渦輪 因為有渦輪 而且我跟你講 那引擎厲害 它三缸已經很省油 對不對 它還會七缸鞋子 因為兩缸運行 對 更省油 對 所以我覺得ST-Line老師 可能會覺得沒那麼的合拍 因為那破一百萬 那就破一百萬了 但是我們要經濟實惠嗎 我們來看下半年 或許Honda Feed 也可以考慮嗎 新南哥 對 其實先跟大家 原本照排程來說 照理說我們今年二零二年 下面也要看到 全新國產四代的Feed 但照我們目前跟總代理的 台灣本田追徵 應該有可能會Delay 可能到二零二一年才會看到 但這台車在今年初的日本的東京港上 我有看到 其實它一出來的時候 盈婷說可愛 其實蠻兩極化 很多人說怎麼改成這樣 這麼有一點笨笨呆呆 很小的台 很可愛 它基本上是把我們現在國內看到的 這個比較運動銳利線條的型 改回去他們初代 又是變得比較少的線條 比較渾圓一點 那國外有這個設計師 有訪問他們設計說 他是參考日本人最喜歡的動物 柴犬的這個神韻 做出來的一台車 其實我們可以講 好萌的眼神喔 外形其實就像 我覺得應該蠻受 老師應該不接受 這種眼神的車吧 那這不行 這開玩笑 這不行喔 這個 太可愛了 這給女生開的 但它的動力其實蠻有看頭 以日規來說 目前有1.5的Hybrid 它佔了七成的這個接單量 那其實Hybrid 我們聽到就是 它有平均25以上的平均油耗 那我相信也是一台 很適合未來國內的一台 都會小車 這樣看起來 你要使用路線的剛剛有囉 你要有那個歐巴 歐尼的路線也有囉 大家可以好好參考一下 七七情人節 也祝大家情人節快樂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情人節517 517 對對對 葉明德到底車牌號碼選什麼 我公務車是5788 5788 可以可以很可以 我可以看 他是不是看起來 不是 找到 那我耶 嗨各位跨界小銀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銀家吧